这就是上课的意义吧 我觉得上课你一开始谁都会很新鲜 一开始大家都很积极 但慢慢肯定会进入一个很无聊 或者说觉得没有进步的一个过程 但那个时候最需要你去 仔细的去看看问题在哪里和坚持下去 I need you to sign I need you to I need you to I need you to sign a self-ticket for a client of mine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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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t arrested last time The ABI arrested me They are coming for everyone They are coming for everything Chris Everything Chris you need to forget about that They are going to come in here And they are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we never trade another share of stock again But we can do something What's the difference? Just do one thing right here Please just sign it please Thank you I'm sorry I need you to sign a self-ticket for a client of mine I got arrested last night The ABI arrested me Because my involvement in a firm Come on Chris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But we can do something But we can do something Harry Harry my client I need a senior broker to sign the self-ticket So he can take He can take his share of stock He can take his share of stock D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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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he open market 今天很意外是上回上我们课教 Business of the business的 Austin 这位老师过来上我们这个Sing的课 他我先总结一下 然后他今天因为上回只是讲的是那个就是关于你的作为演员职业的方面的一些准备的课 所以就跟那个Maisner没有关系 那这一节课他就是跟我们做的就是Maisner的这个第三个阶段第三四个阶段这个Sing的 这个部分Memorization这个阶段 那通过今天这堂课我们重新认识了一下他就是觉得 哎原来他就是因为其实就是之前的John还有另外一位老师其实都挺好的 John当然是最棒的嘛 那另外一位也很不错 慢慢我们都觉得他挺好就是也得到我们的认可啊都很喜欢他 然后现在就发现其实每个老师真的有各自的特点都很棒 然后这个Austin的话他就是这堂课得到了很多同学的肯定 就是包括我在内也是对他表示他也是就是给同学解释啊和就是让大家更清楚这个课程的一些目的目标这方面来说解释的特别清楚 然后在整个过程中他也会提醒不管是上上台做作业的这个同学还是说其他的做reputation的同学他都会在恰当的时候提醒我们去做不要错过了 那这一堂课的关于新的那个部分的话就我们开始上一节课不是啊 大部分人都上去做了这个就独白这一段就是把你的所有的呃台词串串在一起做一个独白来来背诵 然后就要完全的背出来嘛然后那现在的话这堂课就开始啊让已经做过这个独白的同学跟那个对手坐在一起 然后同样是不需要表演也不需要这种情感就还是背 但是就是你背完你的这你说完你这一段你的部分然后老师会说switch就到另外一个人 因为之前老师没有教你去按照这个thing来去记 而是按照你的部分把它串起来所以你不知道其实你不太清楚哪个地方是对方要说话的时候 就是你没有把它给分的那么清楚那老师现在就是帮帮助你就提醒你 哎这个时候是对方说那对方记下来然后再到下一个switch switch 啊然后就这样啊去过然后几个同学过了之后发现其实就是说你就算背的很好 但是你两个人坐在一起对的时候你还要去适应哪个时候是对方的话 的话就是像cue那样就是谁啊哪句话cue到谁去说这个说这个也 这个也现在老师也强调就是说你还是以背为主就接下来你在课堂上练了之后接下来你跟你的伙伴的话也是就是啊对方说完你马上说你的就是这样啪啪啪要很快 所以他也解释了一下这个特别适合这种舞台剧的啊练习 舞台剧的话因为这个大家的台词是比较固定的啊所以的话这个就特别重要跟电影电视的话会有一些区别 电影电视的话可能对台词有时候会给演员多一些空间没有卡的那么死 但是舞台剧的话就这个是特别有用的 然后老师也分享了几个怎么去记记忆背诵的这些方法 他说总之跟水有关比如说你冲凉啊在淋浴的时候你在背背背背背 然后或者说是你在洗手啊干嘛洗衣服啊有水的声音啊啊就可能能帮助你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散步的时候一边走一边一边去背或者一边去做别的事情 然后或者说是你去录下来一直放播放在那听 同时你要做别的事情就不是那么专门 反而是你做的别的事情这样的话不断的重复的进去听会帮助你 还有就是啥呢 还有就是 现在开始有一点现在开始有不断的有一些同学慢慢的就是好像就离开课堂 就有一些是不再回来了有一些是就缺课啊缺课当然有一些是有原因的有一些是可能会觉得好像不断的重复没有学到太多东西 各种想法都有或者甚至有时候心情不太好啊那我我也想说一下这样的感受 其实我也有只不过我逼着我自己要去坚持上 因为我也上一堂课我也说了就是好像不是我的舒适圈了嘛 就是有时候会面临一些挑战会觉得很难跨越 那这个就很容易导致你去离开这个课堂或者放弃 嗯 还有另外一个你坚持的好处就是你坚持下去 你会同样一句话可能是同样这个老师说的 或者做的同样的课课程或者同样的作业 你在第二次第三次 说的时候做的时候你的感受都不会不一样 因为你经历了一步一步你坚持了你会就可能是你的量到了一定的质的时候的一个改变 所以就是说啊下定决心就要硬着头皮去过然后遇到问题一定要去解决 哪怕你当时没有办法去解决或很难解决你也要去尽量的坚持或者说是逼自己一定要坚持啊 你总会找到方法的像现在的话可能我在一个月前我也遇到现在我说的我所有的问题 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那么紧迫去改变和去做去找出问题去针对问题做 但现在我会感觉越来越不舒服 然后有时候就跟同学reputation的时候我会感觉我就停在那里 你钝在那里就没法去进进行我会感觉很很就很什么 embarrassing 就是很什么很尴尬那种时候会经常出现了 但其实问题仔细想一下就知道 其实就是一个是想的太多 另外的话就是同学们说了那么多词 其实我也问过同学去帮我列出来嘛 我这些还是没有用功的去一个个去把它掌握 如果我掌握了的话就我就能用上这些词 我就不会那么恐惧会那么担心去那个去说 还是一定要逼到一定的程度 你才会有动力去改变去从你的问题上自身的问题上去改变 你看我刚才之前我所面临的这些问题 刚才说的同学给我列的那些词那些句子我要去练 我要不断的去看肯定有帮助 另外的话我要去不断的去听英文去重复英文 另外的话不要那么在乎自己的面子 这些都是我要去面对的 这就是上课的意义吧 我觉得上课你一开始谁都会很新鲜 一开始大家都很积极 但慢慢肯定会进入一个很无聊 或者说觉得没有进步的一个过程 但那个时候最需要你去仔细的去看看问题在哪里和坚持下去 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下个礼拜一 下个礼拜一还是这个Austin这个老师来上课 那我的partner的话是那位日裔的那个同学 他最近不怎么来 然后来了有时候上班堂课也走了 所以他不确定他会不会再来 我也问了他发了信息给他 如果他不来就有另外一个人顶替他来跟我做partner OK anyway 反正我要去续续练 不是他我就跟另外一个同学练了 还有一点值得分享的就是 美国的同学就是在这边的同学的话 比较喜欢去讨论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缺乏的 甚至有一些是我会觉得很stupid的问题 他们都会去提 然后会大胆的去表达 也不会太过在意说 我是不是在耽误别人的事件 然后他们有问题就会说出来 有时候甚至讨论很久 其实这个确实我在这一点来说就是太差了 就是一个是不愿意去提太多问题 然后又会觉得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有意义 然后会不会我把问题说不清楚 然后最后耽误了别人的时间 这个确实是自己也是多虑了 然后也对自己少了一些这种去探讨啊 去讨论的这个机会 其实这也是练习英语的机会嘛 如果我去提出这些问题 我也在不断的梳理我的表达能力 去锻炼我的表达能力 这一点也是要加油 所以对我来说挑战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挑战越来越大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不会接受不了这些挑战 然后放弃了 然后不知道 我希望不会啊 我希望不会 我也希望大家给我一些鼓励 然后或者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你的经历 我觉得如果是放弃了真的很可惜 或者说是很很失败 也会给自己造成一个阴影 以后你可能再去学东西 你会觉得我不敢再去学了 那就很糟糕 本就很糟糕 在这边 podcast 中 在 由 第